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公司近年来为了环保,选择在iPhone中不送充电器,这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他们赚了不少,当然也引起了很多用户的投诉。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因iPhone包装不含充电器,苹果在美国面临新的集体诉讼。 原告认为苹果公司自去年开始销售没有充电器的iPhone,但是并未向消费者作出明确表示,苹果仅在iPhone产品包装盒背面的小字体中表示包装内含有Lighting线蓝,电源适配器和耳机是单独出售的。 从而导致消费者不知道销售iPhone是不完整的产品,缺乏基本功能。 由于苹果所销售的是不带充电器的iPhone,该产品无法满足其预期用途,如法律条款中的电话和微型计算机,因为它需要电力或能量才能运行。 而购买新iPhone且尚未拥有充电器的消费者,被迫花更多钱购买,最终提高产品价格。 苹果声称在iPhone包装中不再复充电器的决定处于环保目的。 但是原告认为,苹果本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来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而不是除非进行额外购买,否则产品将无法使用。 最终原告指控苹果不当得利,欺诈,疏忽失实陈述和违约,多个州的消费者欺诈法和欺骗性商业行为法。 其实,这样的诉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之前巴西司法部在断定苹果不提供电子装置随负充电器损害消费者利益后,于今年9月下令暂停iPhone在该国的销售,并处以数百万美元的罚款。 由于苹果依然没有遵守这一要求,巴西扣押了当地苹果零售店里的iPhone。 有趣的是,随后苹果低调地处理了这个事情,而目前也已经恢复正常。 根据苹果今年公布的环保成绩单来看,在淘汰iPhone手机盒的塑料包膜后,减少了约600公吨的塑料用量, 而取消iPhone随机附送的充电器,则节省了约55万公吨的铜、锡和银矿石。 当然,苹果为了环保不送充电器也引起了不少消费者的抱怨并认为,苹果不应拿环保当借口。 如果苹果真的想做环保,那就配合统一标准,不管是充电器还是线材接口全部都配合更改,这才能真正意义上地做好环保。 另据日经新闻报道,苹果日本子公司Apple Japan接手东京地方税务局的税务机查, 被追加征收约131日元折合9800万美元的消费税, 是因为其向外国游客大量销售iPhone和其他电子装置而被错误的免征消费税。 消息人士称,在一些苹果商店外国购物者大量购买iPhone, 至少有一笔交易涉及个人一次购买数百部手机, 这表明该商店没有像可能的经销商征税。 日本的免税购物允许逗留少于6个月的游客, 购买纪念品或日常用品等物品, 而无需缴纳10%的消费税, 但此项豁免不适用于已转售为目的的购买。 据悉,苹果日本公司已经提交了修改后的纳税申报表, 并在6月自愿停止提供免税购物的服务。 iPhone14系列等机型最近两个月销量大跌, 已经基本是业内人尽皆知, 苹果自己也扛不住了。 据台湾经济日报12月底消息, 苹果有意看iPhone供应链价格保护力, 锁定单价较高的镜头先开刀, 明年上半年iPhone14系列部分镜头砍价幅度高达两成。 而iPhone手机的主要镜头供应商, 大力光、玉金光及顺鱼等可能会受损。 目前,大力光及玉金光已经做出回应称, 不评论单一客户订单动态。 但这个回复显然是模棱两可的话术, 并不算是否认。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苹果不仅仅面临着iPhone销量大跌的境况, 股市方面也损失惨重。 12月底以来, 每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 苹果市值为2兆美元, 要知道在2022年第一个交易日, 苹果市值闯出历史新高, 盘中一度突破3兆美元大关, 成为史上首家市值突破3兆美元的上市企业。 然而,仅仅一年时间, 苹果市值蒸发1兆美元, 造成这种局面与苹果自身主力产品迭代, 放缓不无关系。 苹果过去几年推出的新款iPhone, 都会全数改采用新一代应用处理器。 苹果2022年新推出的iPhone 14系列, 基础版维持采用前一年的A15应用处理器, 只有iPhone 14 Pro系列才搭载A16应用处理器。 而据外媒报道, 原因可能是苹果A16处理器原本的绘图, GPU, 在加入光线追踪技术后出现升级失误。 2023年推出的iPhone 15, 其中采用的A17晶片是否出现调整值得观察。 据此前海外媒体The Information报道, 苹果公司晶片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 设计师Jarard Williams三世等越来越多的晶片工程师及高管跳槽, 以寻找更好的机会和工作环境。 Williams于2019年离职创办了Nuvia, 并被高通公司收购, 高通公司随后推出了Orion晶片, 大大加强了高通ARM自研架构的设计能力。 为了防止更多工程师离开公司, 苹果内部做了一些演讲, 试图说服起员工相信在苹果的职业生涯更有回报和稳定, 而跳槽到其他初创公司存在巨大的风险发展。 鉴于许多行业专家和经济观察家预测经济, 将出现严重衰退。 这些工程师中的许多人可能更愿意在苹果工作。 报道还揭秘了苹果A16处理器GPU核心惨遭滑铁炉的真相, 其实并非苹果有意放卖研发速度挤压高, 而是因为遭遇了重大设计失误。 苹果原本计划在A16应用处理器进行GPU规格升级, 加入光线追踪新技术, 但最终出现了工程上的失误, 造成处理器功耗较软体模拟更高, 并进而造成处理过热及电池续航衰减问题。 报道指出, 苹果在开发后期取消了该计划, 而A16处理器效能因此与A15相近。 这是苹果自研晶片以来史无前例的事件, 这也是为什么苹果前几年推出的iPhone内建处理器、 GPU核心效能都有明显升级, 但A16处理器的GPU核心效能极有些微推进的主要原因。 外媒还报道, 苹果的iPhone采用自家设计的A系列应用处理器, 效能一直明显领先安卓阵营, 但在A16处理器的效能表现却不如预期, 包括高通骁龙8J2及联发科天机9200的GPU核心运算表现都超过苹果A16, 且领先优势明显。 由于在效能方面, 苹果A系列晶片和高通骁龙晶片差距越来越小。 The Information表示, 骁龙8J2已缩小差距, 如果苹果明年推出的A17 Bionic在效能上继续令人失望, 那么高通和联发科在2023年年末推出的新型号可能将超过苹果。 研究公司Semi Analysis首席分析师表示, 过去几年苹果处理器效能的提升非常小, 每次提升其实主要是得益于台积电先进晶片制造制成工艺的改进, 而不是苹果的晶片设计。 由于苹果2023年将推出的iPhone 15将迎来更大的规格升级, 其中,研发代号为Code A17应用处理器已完成射击定案, 将采用台积电300米制成, 第二季后进入量产。 供应链业者指出, 苹果A17处理器在采用台积电300米制成后, 有效降低功耗并解决散热问题。 且经过一年多的调整, 苹果新一代的A17处理器将会与高通、 骁龙8-Z2和天机9200一样加入硬体级行动光线追踪技术。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